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能很气馁 当初那个答应会出手帮你的人最后出尔反尔 你就不懂了 既然做不到的事 为什么轻易地给别人承诺呢 在生活当中跟别人交流 我们难免会体会到人性的所谓的黑暗面 有的人自私自利 不体恤也不关心别人 吝啬对别人付出 有的人做事推卸责任 爱占人便宜 总把不想做的麻烦事推到别人身上 有的人看起来很善良 很热心 总是轻易答应别人自己做不到的事 给人希望最后带来绝望 遇到那样的人 那样的事 我们难免会沮丧 会灰心 可是静下心来好好地想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没有义务要对你伸出援手 面对那些失望 眼睛一关就过去了 如果你太执着 他就一直缠着你 有些人啊 笑一笑就算了 你一直在意 人家还不以为意 那个人有伞 未必愿意帮你撑 也可能来不及走到你面前 你的世界早已泛滥成灾 人生难免有风雨 最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不是取决于平顺时的表现 而是面对逆境时的态度 无论如何 我们终究要靠自己 也因为只有自己 该放松时就休息 该认真时就不要散漫 相信自己 也提醒自己 总是有迷惘的时候 只能试着面对跟处理 而且要相信一切最后终能波云渐日 与其别人跟你撑伞 不如让自己也可以在雨中漫步 或许你偶尔会感到泄气 发现自己的生活不进不退 想要前进 力不从心 光是维持不要往后退就已经费尽心力了 也许你偶尔会感到失望 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如预期 原本以为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日子能够过得更快乐 没想到忙得筋疲力尽 却离想象中的自己越来越远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不开心 可能是因为你想要的不切实际 多过你需要的 你想做的 多过你会做的 生活不就是生活就好了吗 有时真的不用想着要做得非常成功 做得非常完美 只要试着做出让自己感到有趣的 自在的事情 就非常了不起了 如果你真的很累了 真的不想努力了 真的想要放弃了 不妨把脚步放慢 停下来休息不是罪过 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才是罪过 如果有一天 你不再希望自己出人头地 也不是什么糟糕的大事 胸无大事也挺好的 可能是你已经了解 什么样的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也可能是你终于认清了自己的能力 已经到了极限 再拼命下去也只剩挣扎而已 我们真正需要的 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不如放下执念 过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 有时 我们在忙着追求的时候 常常忘了那个正在费力奔跑 已经喘到不行的自己 尽量善良 不要伤害别人 尽量自爱 不要伤害自己 这样就很难得了 一天一晤 一天一晤